好 在今天的欧战新闻里面 我们要focus的是金正恩想跟普钦推销武器 因为俄乌前线大量消耗战力 俄罗斯总统普钦的计划跟北韩买武器 金正恩希望在9月份到俄罗斯访问 当面见到普钦就赶快签下武器交易合约 北韩能提供什么呢 他们可能会出售反坦克飞弹 跟个型的炮弹给俄军 而乌克兰政府这两天的大动作 是总统挣钱换降 撤换了已经作战550天的国防部长 叫做列自尼科夫 去迟的原因应该跟国防部的贪腐案有关 美国政府大量军援乌克兰 对于乌克兰的贪腐非常重视 国家安全顾问还特别见了乌克兰高层 讨论战争的时候也不可以停止打贪 欧乌战争大量消耗战力 两国领袖都在为筹备武器而奔忙 据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这个月将访问俄罗斯 与总统普清签订武器交易合约 北韩将提供俄军反坦克飞弹和各型炮弹 普清不只向北韩买武器 他也想拉拢与土耳其的关系 周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往俄国度假城市索契 与普清会面 两人就贸易和能源合作进行交流 土耳其尽管是北约成员 但并不打算加入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制裁 这场会谈还有国际最关注的焦点 黑海股物协议 俄罗斯7月已无法从中获益为由 单方面退出了协议 埃尔多安也借这个机会再次斡旋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后乐观表示 俄罗斯有意恢复黑海股物协议 但他也奉劝乌克兰要改变强硬的态度 乌克兰政府这两天也有大动作 总统泽伦斯基振前换将 周一宣布撤换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列兹尼科夫周一早上 向泽伦斯基递除辞呈 去职的原因应该与国防部的贪污案有关 司法单位正在进行大规模调查 不过列兹尼科夫并未被列入调查的对象 乌克兰民众对这项人事大地震的反应 有些矛盾 他们肯定列兹尼科夫对国家的贡献 但对国防部的贪腐也深无痛绝 美国政府也高度关注乌克兰的贪腐问题 上个星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与乌克兰三名政府高层会晤 讨论暂时打贪的措施 不少美国议员认为乌克兰贪污严重 美国应该要限制军援支出 今年乌克兰政府有超过9.8亿美金的武器合约 延迟交货 不少定金在海外武器商的账户中不翼而飞 曝露出采购弊端 几个月前国防部两名高阶官员遭到逮捕 因为他们以高价采买军队的鸡蛋 一颗蛋要47美分约合台币15元 新的国防部长乌梅洛夫 现年41岁 是克里米亚达达人 也是一名穆斯林 他对收复克里米亚抱有鉴定的信念 目前他担任乌克兰国家资产基金的主席 不过他真正的专长是谈判 他在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和俄乌开战后 都参与了幕后的谈判 泽伦斯基换上善于谈判的国防部长 也不仅令外界揣测 战争是否离谈判的时日更加靠近了 TVBS新闻总和报道